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与妻子孩子出演综艺 许多的演员康俊被爆出轨了 在上个月,康俊俊被指控为布伦的第三者 并因此面临5000万韩元的损害赔偿诉讼 据了解原告,也就是康俊俊出轨对象的丈夫 在诉状中声称,康俊介入了一个家庭 导致家庭破裂,并指出 即使知道A某已婚,康俊俊仍进行了不当行为 在这个正义刚不发的时候 因为康俊俊一直有着爱气的形象 也因为乙僧俊的事件刚发生不久 大多数的韩国网友们都表示要保持中立的态度 但是12月8号,媒体公开了康俊俊与女性A某的聊天记录 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 A某说我想你时,康俊俊回答我想抱你 康俊俊也先传送了我爱你圈圈 我不想喝酒,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酒只是个借口 A某总用害羞的表情符合回应 当A某问康俊俊你在做什么时 他回答在想你 在聊天记录曝光后 指责康俊俊的声音变得非常激烈 但是目前也有媒体报道 无论康俊俊的错误和责任如何 将这些极为私人的信息 公开给大众师傅恰当仍值得深思 在公众审判中被判定有罪的话 无论法院的最终判决如何 这将成为当事人终生的误点 不可以再次重复已曾经的悲剧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家人都被媒体公开了 真的有希望这不是真的 听说大儿子那时短暂出现在电视上 就被学校里的孩子们认出了 他们一定会受很大的伤害的 疯了 双方的父母亲不也都公开了吗 父母 孩子 妻子 养错一个儿子 他做出了婚外情行为 就这么打了 哇 真是无法理解男人们 如果有人和我的配偶出轨 却在电视上以爱妻者出现的话 我也会举报的 看了其他媒体们的报道 目前公开的卡康俊俊和原告妻子之间的聊天记录 只是极小部分 媒体们尽可能排除了 可能引起刺激或不愉快的内容 你们已经忘了已曾有事件吗 聊天记录也能造假 在法院判断之前先站中立吧 然后就算是真的出轨 这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以爱妻者形象出现在电视上赚钱 这不就是对观众的欺骗行为 家人虽然可怜 但这不也是康俊俊该承担的责任吗 我越来越怀疑 是否应该如此详细地报道 明信的布伦或其他私生活 把卡康多汉Telegram的内容 详细地解露给大众 把他们当成趣闻消费 感觉有点怪异 这是布伦示外者的家庭所希望的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加羞耻 所以对于媒体擅自公开 一人私底下的聊天记录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023年在韩国日本美国YouTube 被搜索最多的K-pop男女爱豆前20位 对于媒体擅自和国国民家庭 还有颜色的手机 把这边的担当好 做由颜色的手机 两人是重心的 需要请坏 但是你们让到颜色的手机 experiences 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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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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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